就是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说大国之间一个新的崛起的大国 跟老的这个大国怎么去相处之道 这倒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严谨的一个话题 然后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跨越这一步 大家也不知道慢慢的去融合 但又有些人就觉得我自己不必变挑战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看起来大国之间 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很融洽的相处之道 那么这个对于中国这个百年积落 到现在的快速崛起 那么这快速崛起 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去面对一个比较严谨的课题 就是说你的自我定位在哪里 对不对 我记得以前看过这个什么大秦帝国的列传 就是说你是要做一个快速崛起 以前被人家欺负 然后呢你充满了这种 有点报复心态的这种霸权崛起 但是秦帝国并没有维持几年 为什么这个不会长久的 那么只有以仁立国 就是汉朝我们唐朝汉朝这样子 那才会流长渊远 为人所留念 所以这个是中国自己要去做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定位 那么我想我不知道中国多少领导人还是有一些这个有志者或者是学者能够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来呼吁一下 你自己去觉得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是用这种很强权代表我武力很硬 还是你用更长远的方式来做你中国的崛起 那么美国呢面对中国的崛起跟这个世界局势的转换 那么加上它长年的这个耗武 然后这个已经把美国的很多这个富有的国力已经消耗到很低的一个地步 造成美国国内的一些一些很多有点衰败的一些一些象征 所以美国他自己必须要这个有迅速的体认 那么台湾台湾更更 我觉得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在台湾的很多人 你要不要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你自己要做一个自己的定位 那么因为 国家认同的问题 对国家 还是一个正义 这不叫国家 是民族认同的问题 你自己去中华民族的一个问题 你自己去中国平台湾的一个事实力